適逢大雨,莊長胡華邀稱關羽等人下塔莊內被宇宙著 胡華告知自己的爺者胡斑在營陽太守皇席手下重視 稱關羽大鳳順及他,關羽越穩,走謝東領關,守將恐獸阻攔 被關羽一刀斬窩下,中人下得逃走 關羽苛最邀奇轉告曹操原因,行者入陽關下 太守韓福,守將雲坦阻攔 又被關羽一刀斬窩下,指水關守將便利駕莊公營關羽 升旗入一道官血色,正巧碰到甩個關羽家鄉的老道長 道長遞到便利的打義,視野色級關羽,便利稱關羽入浪失附現 關羽有所察覺,將便利及一眾刀斧手斬殺 仍陽太守皇席要守下小張胡斑,晚上燒死關羽 胡斑生上都越關羽神勇,故慈來關羽將來觀看 正看到關羽汗碎,經的脫出 真天人也,關羽雲廳正其易內,得遮視胡斑後 把他附身的家衰也出來給胡斑看 胡斑看柳月,差點害死關羽,被告遮皇席欲加害之時 晚上,胡斑拿開城門放關羽出城 皇席出城追殺,關羽汗到胡斑已被皇席加害 一刀斬殺皇席,兩刀黃河邊 首張盡其阻攔,被關羽一刀斬殺 關羽過五關殺六將,皆是不得以爲來遮 一方面是他人陸人不自然力 另外一方面也怪,做操事先不安排好 為什麽已經決定放關羽汗去 大事又不告訴雲狗追偉守關將死 中國人為什麽重視道德,重老道長和胡巴的行為即可得 或者,正所謂,不道多座失道寡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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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或者,正所謂,不道多座失道寡座